推陪陪 25岁河南人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大专 我觉得这个选手 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因为他最近三年都在做 中国平安的石家庄 分公司的高级主管 而且93年的小孩 然后月薪一万 我觉得能做到这个程度 这个月薪还是不错的 保险公司的高级主管 你可以 市场型的 可以建议 有信心 保持笑容 不急不忙 哪怕问题没有回答得很 完美 对 也不着急 不要乱了方式 这个最重要 大叔 承让了 不不不不 没事 也不知道他们的信心来在哪 加油加油加油 随我来 怕什么呀 弄他 我觉得这一场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绝对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踏实 我去那边等你 好不好 加油 来 加油 好 我们来看到第二份简历 这份简历有点特殊 赵俊 军男 六十岁 内蒙古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大专 英语专业 在国企民企和个体都干过 也曾经是八十年代的精英教师人才 怎么样 做培训管理 八五年到八七年 然后能够读到这个全日之大专 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觉得他应该是很有很强的能力吧 嗯 但是其实让我们用一个五七年的能 对我们还是有一个考验的 曾华怕什么呢 他可能跟我父亲的年龄会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话 或者说他 不知道怎么领导他 对 是的 我估计他以前做总经理 你还真很难管他 我觉得可能会更担心 他的观念方面的问题吧 因为五七年基本上 相当于我们父辈了 现场的时候呢 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年龄的事情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一定不要被打击到 知道吗 我觉得最关心的还是他身体吧 你还千万别以为 六十岁的人身体就不好了 他这个身体的话 要是放到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话 这个工作压力啊 包括这个工作节奏 他真的不一定适应得了 那您觉得多大岁时候是合适呢 我反正是招聘的时候 超过三十五岁以上的 基本不要 那三十五岁就老了 三十五岁 在我心目中认为是比较老了 你多大年纪 你说 我三十六 我也四十一了 我们都得死去 我问问 你太歧视了你 对啊 那个图老师您看看 我们谈上这些人 应该都算有点经历的吧 反正我个人三十五岁以上 那我这都 三十五岁以上的 在你们公司应聘不行吗 虽然我五十二岁了 我也是老年人了 你这么讲我是很受伤的 但是我是带着年轻人来学新时代的 你以为年轻人跟上我的步伐 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只想说听到他说三十五岁以上 完全不考虑的时候 心里那一阵发凉 其实三十五岁还真不是很大年纪了 你说四十五岁以上 你不考虑 我还可以理解 三十五岁就给你一转拍死了 那你自己都三十六岁 就是 别的就没什么了 然后让你说他这个对方的缺点的时候 你要怎么说 这个我一定会说 你要说培训的话 我当过十年纪的老师 那也算培训吧 那比培训的还恋爱呢 这个基础是相当均厚的 斑铁 加油啊 走吧 大家晚上好 我来自于内蒙古通辽市 今天应聘一个管理岗位 老赵老赵老赵 刚才还在说 如果你要进入职场 要符合现代化的节奏 我这还没说话呢 您就开始了 对吧 待会儿人家又要说你年纪大 刚愎自用 老是听不惯年轻人的意见了 在底下一直提醒我们赵哥 我说赵哥 上台之后 长话短说 短话尽量不说 就把他讲谷 就是一讲讲太长 大家晚上好 我来自于内蒙古通辽市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寻求一份 适合我的培训岗位 谢谢 小崔 大家好 我叫崔菲菲 今年25岁 一个自立自强 有韧劲的姑娘 然后从高中到大学期间 我一直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然后就是生活费跟学费 都是自理的 然后从毕业之后呢 一直从事保险业 为什么从事保险业 是因为保险业的收入 还比较可观 比较锻炼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想寻求一份 培训管理的岗位 谢谢大家 老赵 你的推荐人是哪位 圆圆 圆圆 来 您说一下 为什么推荐这位大叔 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推荐大哥呢 是因为 他过去的经历 他做过老师 在这个国企 民企都做过很多年的管理岗位 他的经验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现在的管理经验 如果可以平移的话 然后来了之后 也可以给大家帮很多的忙 我在台下也听了 各位企业家 关于他年龄的一些争论 然后我们已经讲好了 我们也想过了 这个年龄的问题呢 可能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不考虑 我的这个推荐的话呢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跟大家聊会儿天 老赵 刚才可以有一个 三十六岁的家伙说了 三十五岁以上的不要 我听到了 那么我今天要说的是 李嘉诚现在都九十岁了 还在做着企业工作 人啊 有志不在年高 不是年龄决定一切 是人的能力 你指的方向很对 决定一切 谢谢老赵 老赵 您先坐一下 我先跟小姑娘聊聊 你的推荐人是宇东是吧 对 来宇东说一下推荐理由 小岁同学呢 今年的年龄 其实不是很大 九三年 我跟他了解 沟通之后 我的感受 这是一个苦孩子 苦孩子出身 但是他身上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在他这个年龄段 完成了很多同龄人 所没有完成的东西 他实现了这个年龄段的 人生的逆袭 比如说 他毕业之后 在这个保险公司 入职之后 创了该公司 最高的一个记录 是什么呢 最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了最高的业绩 以及最快的晋升之路 就升得很快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 单从这一点来讲 希望所有的企业家 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 我们队的这个 小崔同学 我们聊聊吧 小崔 几个月之内 从哪儿升到哪儿了 就是 入职的情况下 我们那块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一年之内 升到主管 然后我去的情况下 是一个 从实习的一个年龄 那会儿我才22岁 在别人用一年的时间 我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业绩 跟团队的人力 然后晋升到了主管 如果招到老赵同志 这样的同事 你怎么管 假如老赵 已经连续迟到了三天 你怎么说的 那个赵叔叔 像您这样的人物 来到我们这块 非常的感谢 但是呢 我觉得 你应该就是说 给大家带 带一个好的榜样 这样的情况下 也能够体现我们的价值 要不然 咱们怎么跟年轻人 来比优势呢 你问我 为什么迟到了吗 我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没有问你 为什么迟到 因为 因为我为什么不问呢 因为这个迟到的原因 种类太多了 对啊 对 种类太多了 你必须得先问一问 我可能问你这个原因 你会跟我说 三天不一样的原因 那么 后期你在迟到的情况下 你还会找出来 不一样的原因 我管理企业这些年 就是这样 一定要问出原因来 才能做出结果 老赵 老赵 你现在是员工 咱们现在不是领导 赵叔 你突然之间 变成他的领导了 你知道吗 不负责教育 小翠 咱不怕 小翠 咱不怕 我见你经常迟到 第一天第二天 我都没有问你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你这个迟到 肯定是有原因的 您这是因为什么情况 哎 两年妥协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出原因了 迟到的原因 不是 你这是当领导当官了 小翠 你这基本上是输了 让人家给带着走啊 现在已经乱了方寸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一方面选手要做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登台 你们俩谁管谁呢 对 这个套就进去了 就看你问的这些话 你要真碰上这样的员工 有丰富的经验 同时有自己固有的观念 你怎么领导他呀 你看你马上就妥协了 你刚开始说我绝不问原因 因为我一旦问原因 会有千般种借口 结果我们不就妥协了吗 有他在那 你准生不了 郑光奎 谁适合做管理啊 我觉得现在是有点本魔倒置 要是都是这样管理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管理成本对企业来讲是很大的 老赵 别老点头啊 你那本子里记了什么 我就先说说 这个实际作为我 现在这个年龄和走过的路程 因为在下边这两天 我对这个小学员们 一般我都给指点过 我说上台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真的 你才是导师呢 我也是帮助袁远也做这个工作了 你是导师的导师 我不是我帮助袁远 帮我跟选手做沟通过 插钱放后啊 这是祖师爷在这 老赵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轻易不会被别人的语言和逻辑带偏 体现了他是一个高手的风范 这样吧 我说两句吧 因为你还年轻啊 今天咱们这个尽量竞争上岗 我样子里点 这个岗位啊是培训岗位 培训岗位 你去做销售岗位 这个有点这个对不上 我当过十年的班主任 还见了团委书记 如果说回忆那个时候的底子 再一路走来的话 我要做这个岗位 我可能是应该轻松拿下 你任何一个你是 老赵老赵 跑题了 说他呢 是 我刚才不说那个了吗 说他 说他这小姑娘刚才有什么错 这点的太多了 这个下边我们 我都给他们指点 你都指出来了我的错误 你是说他的问题太多了是吧 不是 我说在下边的时候 帮助这帮小青年啊 这个做这个 就是他刚才的表达当中 您能挑三个最重点的 然后跟我们讲一下吗 第一点啊 就是他这个 在培训这一方面 他是没有经验的 嗯 是不是 第二点呢 培训要当老师类的 要有自己这方面的 无论是你科技的 还是文学的 还是各个领域的 你要有这方面的技能 嗯 这个不具有 要有底蕴 对 第三第三 第三还有吗 第三没了 啊 行行行 给老赵换个位置 给老赵换个位置 老赵这是高手 我们赵大哥一发现 你就站这个位置 大家不想听了 立马就收话 对对对 那个小崔 嗯 刚才被老赵这么一说 你还有信心 拿下这个岗位吗 当然有信心了 你觉得你有多大的信心 我还是百分之百 你你你不把老赵 当回事是吧 好 老赵啊 他说有百分之百 咱聊聊啊 你也可以记啊 好好记啊 说说老赵当老师 当多少年 大约正好十年吧 十年 我到企业以后啊 一直在做着这个管理工作 嗯 这么样的 来了一些年轻的 嗯 这个职员以后 你比如说销售类呀 管理类呀 技术类呀 企业有好多的知识啊 他们都不懂 那你就得传说给他 那你也没干过啊 我说了 你干过销售吗 我做过销售 你不是一直在干老师吗 我八十年代时候当老师 九十年代我刚才 刚要介绍 你就把我 停 就在这儿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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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也 勾啊 那个 勾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老赵大哥 这一段应该能讲一个小时 我敢打这个赌吗 九十年代我依然 觉得改行到国企了 到国企以后啊 九十年代时候 正是咱们全国 这个开发大项目的热潮 我赶上一个好时候 嗯 卖车呀 卖什么 我都得做 然后我就 马上就进入二部当部长 销售部的部长 哦 这个 在我是九十年代 是在国企里成长起来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您是有过这样的实际经历 对对对 人家都是对下属要求高 你对上司要求很高 是吗 没有 没有吗 我这上面可写了 对上级有很高的要求 必须形象好 有气质 有理想 说的就是我呀 哎 老赵老赵 是不是人呀 是不是你说的 有点 那就是嘛 这谁是有形象 有气质 有理想 谁是不符合的 肚子健肯定不能做你的上级 有形象 哪来的形象 有气质 坏人的形象 我就杜先生了 前几天他那个微博我都翻看了 因为我对他感兴趣了 他是咱们老板里当中的奇才 职场上的奇人 就这还有形象呢 你想去他那儿吗 我都想去 你们有福气了 来来来 老赵你看一下那个 这郑光 他有没有形象 站起来 他跟他怎么样 你虽然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倒行了 六十岁了 咱们这个是 著名的主持人啊 图雷老师 我今天不是在台上夸他啊 他真是我这些年来 他的节目我最愿意看的 他三个节目 爱情保卫战 他点评的东西 那是有骨头不要肉的 一针尖鞋 有骨头不要肉 真是让我蛰伏 那又怎么样 人家要把我废了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以上 一律不要 好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一万 跟他一样 哎呀 为什么要跟他一样呢 我有个人生里面的 好男不跟女斗啊 那我就九千九吧 这有点意思啊 九千九 老赵这好 这好 他是一线城市是一万 二线城市是八千 你二线城市有变化吗 我那个 七千九百九 可以 是吧 可以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听从安排 好 接下来呢 来 过来过来 来来小本上寄了什么 来 记得老赵什么 在我这个年龄 感觉好像是有点啰嗦的 反正我是不想听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其二呢 我觉得就是 他被企业家 如果说招走的话 对企业家来说 管理的成本 也是比较高的 句句戳心窝子 他已经调准了工资 不管是在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都比你少十块 你要不要调 我不调 你不调 好 来 同样对两位都不感兴趣的 请灭灯 反之请留灯 第一轮选择虚口灵 还有八盏灯